大家好,G7峰会刚刚闭幕 G7峰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丝盛会 但是这个峰会有一个看不见的客人 中国,整个峰会围绕着中国 就像一部电影的名字,看不见的客人 针对疫情,G7峰会七国集团发表卡比斯湾宣言 其中包括一系列防止另一次大流行的承诺 这些措施中包括缩短开发疫苗,治疗和诊断的时间 加强卫生监督,以及对世界卫生组织WHO进行改革 使其更加强大 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说我感到自豪的是今天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 第一次团结起来 确保我们再也不会对重大健康危机毫无准备 相关的辩论还可能在集中在暂停疫苗专利 以加快其生产的棘手问题上 美国和法国对此表示赞成 德国方面表示反对 除了七国领导人以外 此次峰会还邀请来自韩国、南非、澳大利亚的首脑 以及联合文秘书长古特雷斯 鉴于印度严重健康状况 不能遣去英国的印度总理莫迪 通过网络虚拟也出席了 这次峰会 中国和俄罗斯虽然都不在场 但预计两个国家将成为计划中的外交政策问题的焦点 七国集团领导人已经警告 他们打算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七国集团还关注一些国家面对大流行时的保护主义倾向 指的就是中国新冠溯源问题上 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问题上 西方国家七国集团也对这个问题 也对中国提出了要求 以及全球半导体短缺为标志的供应链紧张局势 美国政府已经指出不希望把焦点放在中国身上 但周六的会议有一个重点显然直接 指向北京 美国希望在今天晚些时候宣布一项新的全球基础设施的倡议 为贫穷和新兴国家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资金 该计划将主要针对非洲和亚洲 为什么针对非洲亚洲 因为非洲和亚洲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目标明确还是针对中国 看不见的客人 只在对抗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 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迄今为止西方无法提供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 来取代中国的缺乏透明度 低环保和劳动标劳工标准 以及胁迫性做法 许多决定与北京合作的公司 还有国家都深受其害 那他说 因此我们将与我们的七国集团伙伴一起宣布 一个为世界建设的更好的原则 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 这将不仅仅是一个替代建设 虽然没有提供关于如何为该倡议提供资金的细节 该官员说 该倡议只在调动数千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 以满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到2035年的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 美国现在准备针对中国 在亚洲还有非洲发展中国家 进行的这些一带路投资 他要准备40万亿美元到2035年 跟中国进行竞争 这些官员强调 这不是要推动各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 而是提供另一种愿景和另一种方法 新丝绸之路项目 我给大家说一下 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发起的 包括从亚洲到欧洲 最远到非洲的投资和发展项目的融资 在这个框架内 已经有100多国家与中国签署的开发 铁路连接 港口 高速公路和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协议 到2020年的中期 有超过2600个项目与新私收入路相关 总价是3.7万亿美元 现在很多项目仍在在筹备中 所以现在其实一带路还没有达到高峰 现在还没有达到高峰 但是美国已经非常紧张了 你从现在看 美国现在准备40万亿美元 和中国在一带路 在非洲和亚洲地区进行争夺 白宫今天也表示 七国集团今天支持一项 协助贫穷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的 全球新兴计划重建更好事件 以抗衡中国的一带路倡议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表示 在英格兰康沃尔出席峰会的G7各国领袖 已经通过重建更好世界 叫B3W计划 将有助于缩小 发展中国家40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缺口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今天也与G7各国领袖会谈 讨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并承诺采取具体行动 以满足中低所得国家的庞大基建的需求 该计划的范围遍及全球 从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到非洲 再到印太地区 白宫称 不同的G7伙伴国将有不同的地理取向 但此倡议募集到的总资金 将涵盖世界各个中低所得国家 记住G7准备向发展中国家 40万亿投放 跟中国竞争 另外公报将发表关于强迫劳动 具体措施的一些说法 针对新疆问题 看不见的客人还是中国 所以你看这次峰会 从几个重点来看 中国成为看不见的客人 美国敦促七国集团伙伴在中国 采取关于强迫劳动的具体举措 并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纳入其最后公报 美国官员在谈到 将于周日发表的最后公报时 他表示 我们主张在新疆这样发生强迫劳动的 以及我们需要提出 我们作为七国集团价值观的地方 要有针对性 报道称 拜登也将最终敦促他的合作伙伴 对强迫劳动采取行动 这被视为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例子 这次进G7呢 拜登敦促其盟友要对强迫劳动 也就是新疆问题要发生 要敢于跟中国对抗 这个事呢 我觉得G7里边的其他国家不是傻子啊 不是傻子 他知道新疆问题原因 就我之前讲的嘛 点着了中东 新疆问题就出来了 那中国呢 吃了个哑巴亏 我不稳定新疆 新疆就会乱 我中国发展会受阻 我稳定了新疆 人权问题就会被西方提出来 所以美国让西方在人权问题上 在新疆这个人权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什么 实际的操作 不是光口头上谴责中国 你实际得做 不跟中国往来 你看美国这个战略啊 你新疆乱了 对吧 中东这个极端思想进了新疆 其新疆乱了 你中国也发展不好 打内战发展不好 你新疆稳定住了 那我让盟友制裁你 也让你中国经济发展不好 人美国两头堵啊 这就是战略啊 记住啊 战略是两头堵的 就是你必须掉进我的陷阱 你出不来的 所以你从这个问题上 你可以看美国的想法 他是非常深思熟虑的 针对这个地缘政治 甚至几十年前 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时候 出兵阿富汗的时候 20年前 美国的战略学界 就已经明白了 要点燃中东 对吧 要切割欧亚大陆 点燃中东 20年前 对吧 人家已经想好了 所以记住啊 这是文明的冲突啊 美国的这些战略学界 脑子里 他想的是什么 是想要切割欧亚大陆的 是一贯的 我今天告诉你的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啊 美国的战略学界怎么想的 怎么切割大陆的 他一直想的就是分裂你 那么新疆问题现在出来以后 他会利用之前的一些结果来里边运作 你包括现在给中国贴政治标签 强迫劳动 你得看透啊 很多事情啊 咱们咱们得把事 是吧 我得对你负责 你看我频道 我对你负责 把这事讲透 我觉得这讲透 你得发 你得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美国这么做 为什么中国这么做 那现在 如果人权这个标签给欧洲国家 美国推行 推行出去 欧洲国家施加影响 他也对人权这个问题 对中国施加 中国制造还能进欧洲吗 中国制造能走向世界吗 不能了吧 那么看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也恶化了 两个发动机引擎 互相之间也不来往了 或者来往少了 经济合作下降了 美国不还是吗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世界第一大贸易区 美国还是大西洋的控制者 海洋文明呢 又牢牢控制着世界的经济中心 不转移到东方了 你看美国想的很清楚 一个人权问题 搞得你欧亚大陆鸡飞狗跳 人家还能说上理 我们民主啊 为啥 我离得你远远的 我们就民主 我们的一个岛上 北美大陆那个岛上 我们就民主 你们也得跟我们一起民主 是吧 谁不民主 咱们一起揍谁 有时你看这个美国的做法 确实很聪明啊 但是呢 被我看透了 咱们中国人也不傻 像这个频道 我这小频道 是不是也能看透一点东西 我跟你分享一下 你有时候你发现中国也是无奈 欧亚大陆这些国家也很无奈 也很无奈 对吧 中国啊 否认其在新疆对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 某些人口进行强迫劳动啊 那现在来看呢 整个G7啊 现在这个峰会啊 这几个重点 那未来 欧洲 还有这个美国啊 包括这个G7峰会啊 里面这些发达国家 针对中国 会有些新的动作啊 你包括一带路 我呢 现在给你讲一下一带路啊 很多人还是 没听懂啊 一带路 为什么这个 一带路不是大撒币吗 是吧 大撒币 怎么美国也跟着撒币了 是吧 所以我说过啊 天天说中国一带路是大撒币的那些人呢 他其实是要么傻 要么坏 为什么说傻呢 他没看懂一带路是傻 为什么说坏呢 就他看懂了 但他不告诉你实话 就是美国 如果跟着中国一起在这大撒币 一点好处获得不了 那美国不是傻吗 我往外撒钱 如果一带路没获得中国 没获得实际好处 你这个逻辑想明白 中国一点好处没有 我天天往外撒币 美国跟着我一起撒币 你觉得这个事 你咱就说按正常逻辑 你觉得这个事可能吗 美国天天说你个傻币 是吧 天天大傻币 然后呢 他跟着你一起撒币 是吧 你不是3万亿吗 3.7万亿美元往外撒了 我他妈40万亿撒 比你们高10倍 你认为这个事 你能不能得到好处 你认为这个事是撒币吗 是吗 不是吧 是正常人逻辑吗 所以也就证实了我之前 我给大家解释的一带一路 对中国这些好处 西方国家是看到的 很多人啊 还是不是老观众啊 我那个再讲一下一带一路 到底是啥 一带一路 我用最简单例子啊 最简单例子告诉你 一带一路 实际就是中国的标准 中国的标准要推出去 简单例子 你去4S店 你去保养汽车 你4S店挣钱多 还是卖汽车挣钱多 一辆汽车卖给你 挣着一笔钱 对吧 但是你得继续4S店呢 你4S店每次保养 然后长期来说 4S店挣的钱才是最多 而且4S店有我的标准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在世界 要搞中国的4S店 我可以给你个项目 给你建个工厂 建个铁路 是吧 建个机构设施 但是这些标准是我中国的 钱 对吧 也是我中国出的 政治利益 我也获得 经济利益 可以放到次席 不挣钱 但是我标准出去了 争夺的是标准 就像4S店 我争夺是我的标准 你按住我的标准来 我车可以什么 甚至免费给你 贷款给你 让你买我车 但是你得到我4S店来保养 你得学我中文 是不是 就像英国 大英帝国当年在全世界修铁路 在印度修过铁路 到中东修过铁路 到中国修过铁路 全世界都修铁路 英国人 你现在是不是 得讲伦敦腔 是不是 得学英语 你高考 是不是得考英语 你为什么考英语 因为当年英国就一带一路 英国把自己的标准 输到全世界 铁路的轨距 西方的 人家最早一带一路 在全世界建设 对不对 你现在用的公里 英里 用这些标准 它就是通过一带一路 通过英国 特别英语 之前的在全世界的建设 推出去了 中国一定 一定 一定是老套路 这就是你看看英国怎么发展 你看看中国 也是老套路 美国呢 美国当然知道了 哦 你要推你的标准 你要盖4S店了 我投十倍的钱 跟你竞争 我也要盖 哪是傻 傻逼啊 谁说是一带路是傻逼啊 另外一带路也是西方给中国逼出来的 没办法 我之前讲过吧 啊 西方国家 看到中国挣到不少美元 中国人钱是吧 一个贫农手里边挣了一笔钱 本来想娶媳妇 对吧 结婚的 你娶媳妇 你投资 这钱都让你投 得往西方国家投啊 哎 TPP 国家等着呢 往太平洋投 还太平洋吗 还太平洋都啥呀 大多数发达国家 对吧 美国控制发达国家 还太平洋 你投吧 你投完了 我把我国内的标准提高 然后你这笔钱 对吧 你想娶媳妇 好吧 给的这个彩礼要多 最后全被我们可以吃掉了 中国发现你这个东西是个坑啊 怎么可能去太平洋呢 不进入TPP了 美国其他国家得等着中国进TPP呢 你得跟我谈判吧 中国掉头去澳大陆了 去找那些二婚的了 是不是 发达发展中国家 二婚的嘛 还带个孩子 天天过得挺苦的 但是我给你钱呢 那我这个是不是 我找个二婚的 我还有钱 他对我肯定好啊 虽然有点风险吧 对吧 当地环境也差 我的标准出去了 我播种啊 是不是 播种 未来呢 一起过好日子吧 对吧 不就过日子嘛 播完种 是吧 你都说汉语 标准也出去了 主要是标准啊 你记住标准最重要 语言也出去了 另外呢 你拿着我的钱 你政治上是不是表态 真是我呀 而且大多数国家一人一票 这么多国家 非洲的票仓 亚洲的票 我都拿到 民主吧 民主好啊 一人一票 都归我了 收集了这么多票 美国一看吧 完了 我这这不完蛋了吗 啊 我这大家闺秀 没人要啊 去找二婚子去了 一带路找二婚子去了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给他使绊子啊 跟人约会 搞乱他 你看那个希拉里 克林顿啊 就绕着这 绕着这一带路啊 这国家 哪会飞呀 奥巴马那时候 美国也挺着急的啊 怎么不找我姑娘了呢 是不是 我这边 怎么好了 准备坑你一把呢 怎么找二婚子去了 聪明啊 很多小伙很聪明 找二婚就二婚呗 二婚呗 一人一票是不是 人票多呀 一样能播种 一样给我生孩子 是不是照样学汉语 是不是 一样敲大拇指给中国 一样给中国投票 是不是 透明吧 中国很多事看透了 看透了 知道什么叫婚姻 另外也知道什么叫 什么叫世界秩序 那你就明白了 发展 发达国家 虽然好 环境稳定 法治 投资 你的权益有保障 但是呢 人家等着血盘 很大口呢 刚才讲的吧 劳工问题 你强迫劳动 对吧 你这个要开工厂 一定是玩资本准一套 对吧 你天天给人环保补贴 你能挣钱吗 挣不了钱 明白吧 那你发达 发达国家 那套标准 中国这钱进去以后 全给你扣没了 能挣着钱 不一定 发达 发展中国家呢 对吧 标准低 但是市场大 而且人家要发展 这潜力无限呢 主要对你好 二婚呢 你看那 带个孩子 那对你好啊 我的妈呀 那你 你这后半生啊 你绝对相符 我简单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觉得咱们成年人都能理解这个意思 海外华人有时候 没事看看我们视频 你也就明白了一带路 为什么找发展中国家 它风险大 但同样 你标准推出去以后 回报也大 发达国家虽然很稳定 是不是啊 看着很稳定 但是它条条框框多 特别是法律层面 还有一些什么 主要是民主嘛 民主各种要求来了 很多事你很难推 很多事特别发达国家呢 又是少数 你就是花了更多的钱 成本更大 不一定能有更多的政治力 而且人家也不一定要你标准啊 大家闺秀 家里的标准 我找个倒门的 倒插门的上门女婿 天天造人欺负 你干嘛 我还不找二婚呢 说带个孩子 带个孩子 为了孩子以后 当什么国家总理了 开玩笑 所以我就说 你这聪明孩子 中国这小伙不傻 这边富人家里 有钱 不在乎 我倒插门 可能造人白眼 另外我这点钱呢 人家也看不上 可能还坑我一把 钱坑走了 对吧 你个买个这个 买个那 买没了 没钱了 没钱了 滚蛋吧 标准 人家也不要你的标准 你这穷小子 你们家有啥标准 你想上我这播种 不行 带孩子二婚的 诶 对吧 无恙不恙的 一片一片的 播种吧 哥们 你结婚为啥呀 不就留下后代吗 播种吧 你看像草原一样 你去播吧 而且你的标准全出去了 而且你那点小钱 再人看来是大钱 还把你当回事 而且一人一票 投票出来都支持你 这边呢 就大龄圣女嘛 就剩下的 基本上没人要 没人敢要啊 没人敢要 花钱可能都没人娶 还真的呀 有点像这个感觉啊 我今天早上瞎白话 但你看就这个感觉 西方国家说 他妈的 我女儿没人娶啊 我拿40万亿出来 你不是33.7万亿吗 40万亿出来 看她们有没人娶 我也跟你竞争 是吧 我也去 所以说透了吧 一带路这事啊 一带路其实也有风险的啊 有风险 但是呢 同样风险大 也面临什么 也意味着啥 你回报也大 你中国挣着点美元 如果被美国就这么坑没了 你投到华尔街 就那点钱 投到华尔街 没人给看得上 你那点钱算啥呀 另外我告诉各位啊 你娶老婆娶媳妇也是 咱说点这个生活上 你娶老婆娶媳妇也是 你想倒插门 给人家家 富人家里边弄个这个的 你最后白费 白费啊 最后没你想那么好 你这点东西 你也看不上 踏踏实实的 找个二婚的过日子就行了 最好带个孩子 是吧 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哎呀 怎么说一代猪说到这 说他们二婚去了啊 反正你就能理解了 很多事吧 是吧 风险和机遇并存 中国把一代猪推出去以后 4S链开起来了 那咱们未来呢 是吧 中国汉语 是吧 以后外国这些国家 说的多了以后 也得高考考什么 考汉语了 中国的标准也出去了 很多留学生也跑到中国 是吧 来学学语言了 就像你 你孩子不上英国 上美国 不学学语言 学英语吗 他们跑中国来学汉语了 一样 中国人是不是得为自己 自己后代着想一下 是不是得推出点大的计划 现在手里有钱了 是不是得赶紧投资投资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因为美国之前搞的 马歇尔计划也是 手里攥着钱 你别什么攥 最后把那钱攥都毛了 赶紧投出去 该花得花 我觉得一带路 我今天啊 这个生动的例子 跟你说透了 离带路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现在看美国要加入 美国要加入一带路 对中国也是有巨大的竞争的 但是 侧面也是像我刚才讲的 证明了一带路 中国这个做法是对的 不然他加入干啥 看你撒币就完了 个撒币天天撒吧 有钱就撒 没有 他也加进来了 那你说这个事 咱说这个事能不能做 一定能做呀 解释透了吧 早上起来瞎白话 我这人喜欢瞎白话 你愿担当点啊 有时候不不太恰当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例子 跟你说清楚了 我不愿讲那些枯涩的地缘政治啊 你讲了 没有生动的例子 没有趣 你就明白了 西方发达国家 他就像那个富家女 家里边条条框上太多 我跟你过日子累 我这点钱啊 不定哪天就打水漂了 这二胎的 是吧 一带路 二胎的 二婚的 不是二胎 二婚的 带一个孩子 没准还带好几个 穷啊 穷的叮当响 我这点钱带人看来 帅小伙 好小伙 跟我一块过日子 咱们一起 是吧 播种 一起把下一代培养出来 下一代 讲你们家的话 是不是 姓你们家的姓 是不是 为了下一代 好像也不恰当 没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西方国家急了 看中国这个小伙 都得揣这么多钱 也不到我这花 急了 我觉得中国就慢慢的积累财富 中国会变成发达国家 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变成发达国家 咱们中国人太聪明了 一定要支持中国 你看我这样 一定要支持中国 现在是关键时候 未来 我觉得G7 它内部也并不团结 特别很多事 特别在民主上 西方这些民主国家 都高喊着民主 但他也知道 中国为什么不搞那些民主 他也知道 这些国家不傻 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 昂格鲁 萨克逊 他海洋文明 他永远要 是吧 都明白 但是他要装这个糊涂 跟着国家 全世界国家一起 拿民主来打中国 我希望海外华人 你呀 既然听我这个节目 你都听明白了 你咱们都是明白人 你就别跟着他一起 高喊着民主自由 攻击中国了 中国为啥出现 现在这个状况 你也都知道 能全员中国吗 不就美国挖个坑 让中国往里跳吗 大国博弈吗 再加上地缘政治 再加文明的冲突 你就理解了 他理解万岁 你就理解以后 咱们对中国有些事 就看透了 不会上西方的当 这挺有意思 你看这个大国之间竞争 挺有意思 但我说的这么轻描淡写 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 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 关系到很多人 一生 一带一路 中国的工人 就在非洲 我去过 在非洲 那一生 就铺在非洲了 是啊 一带一路 你的一生就交在那了 有的那大龄青年 到现在结不了婚 一带一路国家 就铺在非洲了 为啥 不就为中国下一代 其实挺不容易 我觉得中国很多事 被逼无奈 那咱们中国人 现在就这个条件 吃这个苦 我觉得下一代能好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很多华人 其实是爱国的 只是他不懂里边的事 不懂里边的逻辑 不懂里边发生了啥 看我频道 我给你解释清楚 咱们一起还是爱国 很多事情吧 其实复杂的 我这小频道 我能给你解释清楚 你看透以后 我觉得将心比心 也都知道 为什么中国有这个难处 那就 我觉得更能支持中国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 不比别人笨 昂主 萨克逊 他可以成为世界的 是吧 领导 咱们中国呢 是吧 早晚也会回来 还是支持中国 只要你是中国人 你还吃中餐 你说中国话 你就应该支持中国